台湾贯团 最后一个台湾 观众朋友们晚安 我是小博珠 那九合一的选举 今天倒数67天 我们继续带大家 还是来看看 是首都的选情 那今天进展到 要对赌政治生命吗 柯文哲从MG149 算不算是已经脱身了 连胜文呢 立刻也陷入所谓 精卫TDR这个的漩涡 都是跟钱有关 昨天晚上 连胜文跟湘敏有约 在网上 同一时间 及时回答问题 他强调关于精卫TDR 他可是没有卖过一股 如果有的话 他就立刻退选 但是他也要求柯P 如果你的MG149的账户 是有瑕疵的 请你也要比照办理咯 那柯文哲今天 当然是不予理会 在这个过程当中 耍耍嘴皮子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 是这个MG149一云 柯P是真的 已经完全过关了吗 这个两个人 都是在必得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带您来看到 是其实 连胜文跟柯文哲 在这次选择当中 各自有罩门 都有待突破 哪些罩门 节目当中 带大家来做分析 跟了解 台湾贯团 关心台湾 先为您介绍 今天请到的 四位来宾 从我左手边 为您介绍起 第一位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国民党籍立法委员 林玉芳 大家好 第二位 我们请到的是 文化大学教授 秋毅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在我的右手边 为您介绍的是 前民进党籍立法委员 郭正亮 大家好 我们再为大家介绍的是 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 秦桧 大家好 我们就带大家先来看看 那关于呢 这个连胜文跟柯文哲 现在每天都在这里 互相PK来 PK去 我们就来看到 连胜文昨晚跟乡名有约 希望拉近更多 跟年轻人之间的距离 也回答了很多的问题 当然就是账务的问题 是比较交代清楚 但这场的约会结束之后 有没有达到原先设定的目标呢 我们先来看这次报道 白色基调配上蓝色淡雅设计 中央处立一株希望之术 特部市长参选了连胜文 竞选总部终于亮相 共花了一百多万 从一楼的这整个 发想设计施工 到二楼三楼的办公室 一楼六十几平大的空间 走的是简洁风 竹枪面画上可爱插图 传达青春气息 看得出来 连胜文对年轻选票非常积极 但是几次出击 却都出现反效果 我个人名下 包括我太太 我卖一股 我只要卖一股 我就退选 参加桑民给问直播 针对替精卫TDR站台 冲高股价 现在却腰斩 被质疑连胜文赚保 股名套牢 严顺文资被道具解释 网友更介意的 裁诚来源和公布问题 严顺文坚持 等监察院公布就好 一定要公开 我们每一次大选选完之后 这个所有的竞选经费 你都必须公开 谁捐多少钱 你报纸上都看得到 所以我们所以法律规定 不是现在 法律规定 就是一定要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现在 因为他们说要做这件事 所以我们不会做这件事 我们为什么要 我们为什么要去做 法律没有要求 我们为什么要去做 法不是法律要求的事情 最尖锐的财传疑问 连胜文没有正面回应 一个小时直播 三万人线上收看 但网路上马多赞少 之前被新春一直玩的广告 让连胜文去掉 两成二年轻选票 这次受暴局全预告 想拉近的湘民距离感 在真正上阵后 似乎又更远的些 记者黄敏军 黄美军 随访报道 好 跟湘民见面 是不是就能够拉近 跟年轻选民的选票 之间的距离 在目前为止 连胜文努力在做 但显然看到了成效 并不是如预期当中 那样的好 那么关于他在昨天 这场的湘民有约的 过程当中 把他所谓 现在被批判的 只有精卫的 TDR这件事情 到底算不算 说清楚 讲明白 讲到这些账户问题 跟MG149一样 或许很多观众朋友 在说真的是听不懂 但是钱招待不清 这恐怕就是 很难继续的选下去 选得好 但是我们要问到是 那同样 那个柯P的MG149 的事情算是 已经就这么告一段落 什么瑕疵 通通都没有了吗 所以我们首先 还是请这个邱玉老师 这个MG149账户 是不是到现在 大家就不提了 反正焦点通通到 那个军委TDR去了 那连生文 这个柯文哲算是 就脱身成功 当然不是 因为揭蔽的人 基本上 揭蔽有个大机会 揭蔽是要小题大做 小题深做 揭蔽最怕什么呢 最怕就是 大题小做 或大题空做 什么叫大题空做 你明明找到了重点 但重点没有追 也没有把它给 给 给内幕把它给揪出来 所以就造成了 所谓的大题空做 那为什么大题呢 因为一开始 又打到贪污 而且到地监署去告 一开始打到了洗钱 到地监署去告 那一告到地监署 就代表 用法律的严谨的名词 来定义什么叫贪污 那法律定义的贪污是 钱要放在个人的口袋 才叫贪污 这叫对价关系 那你如何证明 钱进柯P的口袋 所以柯P的回应很简单 就是 你有一块钱进我的口袋 才叫贪污 请把证据拿出来 所以当然这个揭蔽 就会失败 就会到最后变成反作用力 但是其实如果说今天 我们平心而论 这个M149的账户 我慢慢的 我只讲一点 我今天只讲一点 很简单的一点 那时候 我记得罗淑雷曾经拿出了 一份资料 这么只要是94年的时候 柯P的M149账户里面 那么有六个 六个个人 个人或厂商 其中大概都是药商 医疗器材的厂商 或者是叶克膜的厂商 那么捐款到MG149的账户 那我先不管别的 我只挑其中的三个公司 六个里面三个公司 像美商亚培股份有限公司 美商美敦利顶具公司 这个是叶克膜厂商 还有百特医疗产品 股份有限公司 这个是医疗器材 我就挑这三家好了 这只有94年 这边有日期 94年捐进来的 捐到这个账户的 好那这三家厂商 跟台大医院的招标 这个是我把它简单算出来 93年到103年的9月 上个月为止 这个月为止 那这个百特医疗产品 股份有限公司 一共在台大得标的金额 是四亿五千七百多万 是 四亿五千七百多万 好 第二个 美商亚培在93年到103年的9月 它的得标金额是六亿六千九百多万 那第三家是美商 台湾的美敦利顶 美敦利顶重公司 它的得标金额是四亿七千一百多万 所以这三家是台大里面常常得标的药商 医疗器材厂商 叶科膜厂商 当然涉及到叶科膜 那么涉及到医疗器材 很多当然都跟科匹的这一个加护病狂 跟科匹的叶科膜团队是有直接关系的 好那问题是依照政府采购法 招标有三种 公开招标 选择性招标 限制性招标 公开招标一般来说比较没有问题 它是公开的要上网公告 然后各家都可以来 那到了选择性招标 就差不多要被诟病了 因为前面有个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不服的 你根本连投标的机会都没有了 但是最被诟病的是第三种 叫限制性招标 例如我说国出只有你可以 来做限制性招标 所以你就跟台大医院议价 或者我说只有国主理跟育方可以 那么限制性招标 你们两个就来跟台大医院比价 好那我请问你 你今天这三家我这边列的这三家 百特 美桑亚培 美顿利顶重 大部分都是限制性招标跟选择性得标 那我请问你 有没有利益回避的问题 我不谈贪污 我也不谈洗钱 有没有利益回避的问题 要选市场的人多少要懂得利益回避吧 台大医院的医生主任是公务员 你大概要有利益回避的问题 好 除了利益回避的问题之外 如果说今天一手捐款 一手成为限制性招标里面 可以跟台大溢价的对象 那有没有途利的嫌疑呢 那这个就要说清楚了 你今天做一个公务员 你要不要谨守利益回避的这条红线 你要不要避免成为一个途利的公务员 途利了特定的厂商 否则如果说你今天这个关卡不检验 一旦成为台北市长 那有那么多的标案 那你都可以采取说 一边捐钱到基金会 一边就可以作为你限制性招标 或者选择性招标的一个对象 那你想想看 那整个市民的权益 还能得到保障吗 好 这是邱宇老师在这边告诉大家 那么在整个MG19账务当中 有捐款的六家厂商当中 现在有三家 其实从94年到现在为止 都是拿下台大不少的标案 都是议员来做计算的 想请教郭老师 郭委员 那这当中是不是柯P 还是本来就没有交代清楚 那么还是说邱宇老师 接下来恐怕要什么样的动作出来 柯P你才能把这个事情 跟大家好好地来说一下 邱宇老师刚刚的质疑 罗淑蕾从来没有提过 罗淑蕾提的是贪污跟洗钱 贪污跟洗钱就是要有对价 而且要进入你私人口袋 那邱宇这个问题是在讲说 这里有没有利益回避 或者是有土利问题 那是就单位论单位 因为还是没有证明 是不是柯P拿了这个钱 可是当然是进了急诊室有可能 或者进了台大医院 那这个当然要有更细的数字 因为他讲的是招标 那是由急诊室作为招标单位 还是由台大医院来做招标单位 这个要更细咎 不过总体讲可能台大医院的制度就是这样 所以柯P还是会回答 就是说你去问台大医院 事实上他对这种问题 大概都是这样回应 所以我是认为如果国民党委员 对这个问题真的很想了解 那应该就去叫台大医院来备询 就比如说邱毅委员刚刚那些资料 可以交给林委员 那林委员可以到卫环 请台大医院回答 因为这个这个制度的 这个招标制度 绝对不是柯P建立的 当然 柯P是建立MG19 里面的捐款的使用 对 那个是这个是两个东西 所以这个问题是 那但是作为一个主任 作为一个主任 他总知道利益回避吧 公务员做了三十年 那你明明知道 这个人是常常来做招标的对象 那你这时候他要来捐款的时候 你可以拒绝 你是可以拒绝 因为他是你常常来做 限制性招搬的对象 有错 那个捐款 捐款是到402 然后指定到MG149 所以那个不是说来急诊室捐 我知道 但是你可以拒绝 你还是可以拒绝 我作为一个MG149 这个帐户的一个主管 对不对 我是可以拒绝 你可以说他没有挑战 因为这是瓜田里下 他没有挑战台大医院的制度 这个我同意 对 所以这个林委员 这只要推给台大医院制度 就是这样子 而且行之多年 那今天大家会说别人 干嘛只说我可批 我想很多的问题 是民众的观感问题 民众到医院去 这个家里人去看病 靠完病以后该不该捐款 这个对很多民众会形成压力 那有钱人他当然捐了去 没有钱他就会有压力 你知道我们当立委 大概都会被民众问过 他们都会叫我们 介绍医生 介绍医院 有时候开刀就问我们说 要不要包红包 我都告诉你 不要包红包 为什么要包红包 对不对 为什么要包红包 我想这个问题 大家很多民意代表都遇到过 那我现在讲一件事就是说 台大其实享有的资源 大概全台湾最多了 所有大学里面他最多了 那我的感觉就是说 如果你不接受家属们的捐款的话 那很多的民众 他们穷人 他们的家里到台大去开刀的时候 他不会有红包的压力 因为他给不起 他知道说不需要给 没有这个文化 没有这种规定的话 他就OK 那我们如果跟他讲 你不需要捐 他就说那你看人家都捐 家属都捐钱 台大应该都收了 对不对 他们都要使用 这种是不好 而且别的医院 我没有听过 我没有听过马街 我没有听过龙总 山总 在医院我都没有听过 为什么你台大就有这样子 可是我也不赞成 柯文哲把台大医院拖下来 你今天是要选市长的人 你对自己的要求 应该高于一般人 对台大医院的要求 你还是要走出象牙塔 然后进来要从事政治工作的人 你是不是应该要求要高一点 其实也不见得比较高 而且把台大 有意把台大 甚至所有的医生拖下来 我认为也不是很厚道 那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厂商捐钱的问题 有没有对家关系的问题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是思想一个情节 台大是个公立的机关 公立的一个机构 那我们来看一个公立机构 就讲国防部好了 国防部底下 因为柯文哲讲说 我们这个钱就是要培养外科人才 只是他妹妹好像不是外科 可是他也使用这个钱 他不是外科的人才 那我们就举个例 那好 这个国防部 每一年均是采购的预算 不管从外面买 或是在国内买 采购这些武器系统 整个的系统 或是零件这样 一年多的时候 有时候八九百亿 有时候不够都要用 特别预算来处理 少的时候大概五六百亿 六七百亿也跑不掉 那我请问 这个如果今天有人讲说 那好我国防部培养人才的中心在哪里 就是国防大学 那国防大学来接受 捐火商的捐款可不可以 我看他可以接受很多的捐火商捐款 那培养很多人 这个陆院 空院 海院 正规班 对不对 加上他们的占领研究所 所以这里面大概中校以上来的人 都有机会在这里面受训 那现在未来都有可能会主管 军事采购的部分 那我们要不要在 他们还在 学校受训 在摇篮里面 在读书的时候 就开始 送钱给国防大学 去花 如果这个大概很难接受 外国我们看到有捐钱 台湾其实也有捐个大楼 或者捐个什么 要不然你就捐 那最好还是单纯一点 不要有病患的家属 跟医院的关系 也不要有厂商 跟医院的关系 因为这个 你即使说没有对家关系 钱没有进你口袋 可是难免有刮天理下之嫌 好 现在就是刮天理下之嫌 到底大家能不能接受 没有错 这阵的民调告诉我们 大家认为科匹 反而是清白的比例是相对高的 所以请教秦议员 这到底对您在看 这到底是科匹这人太特别 非典型 政治素人 所以他做什么事 大家都用不同的标准 来检视他 反观像你这样传统的 迷代的政治人物 都统统不行了 是这样结果吗 我想先回应一下制度面 因为我觉得今天 科匹可能当选 当选他当市长 如果他还是有这样的观念 就是我市长是也可以设一个 什么专案的账户 那就完蛋了 所以我觉得科匹 科匹他如果当选的话 这个要经过我们更严格的检验 他如果落选 重回台大医院 继续去收这个钱 也值得去检讨 因此我就问了我们市政府说 我们台北市 有这么多的医院 这么多的医生 有没有类似 科匹这个MG149 我们市政府卫生局 在9月18号正式回复我说 本市市立联合医院 教学研究部所有收入 均汇入该院医疗收入 并未设置类 我们台北市MG149之专户 我们台北市的医院 也有几千个医生 他们也要升等 也要研究 也会发生科匹讲的小医生 没有钱做研究 那为什么整个台北市 几千个医生 他都没有这样的专户 那如果科匹将来当市长 请问你允不允许市长大人 允不允许台北市的各个医疗院所 可以像你一样设个MG149 如果你当市长 你不允许台北市各医院设立的话 那你为什么觉得你自己可以设立 那台北市那些小医生 他没有研究经费的时候 你市长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科匹他今天要选台北市长 你要管所有的医院 台北市的医院 可能比台大医院 它的规模还大 牵涉到的采购人员更多 你那样一个模式你要拿来 还是你要把原来你自己否定 把那个模式给废除 那再回应到主持人刚刚讲的 这个相不相信 我觉得今天科匹的支持者 当然都不相信 所以他如果有40几%的支持率 他的支持者一定都不相信 觉得科匹是清白的 这是化成等号的 那我觉得要去看一个指标 就是说某一个台 他做的民调 科匹的支持率是42 相信科匹清白的是41 然后相信科匹不清白的是17 但是有41的人说他无法判断 换句话说 无法判断科匹是清白的 以及不相信他是清白的 反而占了60% 很可怕 那个母数是比较大的 因此我觉得不要去看说 相信他的有多少 要去看那百分之60几人 他们其实是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甚至直接否定的 但是今天的台湾选举就是说 我支持你 什么事我都支持你 就算是阿扁当时贪污那么多 他的支持者也相信他是清白的 到今天阿扁的支持者 都还有百分之多少的人相信他是清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可能是我们大家共同要来审思的 我来补一个问题 我不太了解 就是说MG149 MG149 按照柯文哲的讲法 是要拿来培养外科 他们部门的这些人才 就是新进人才 那这个钱只能拿来 让这些外科的这些人才 尤其是年轻的这些医生 让他们去买教科书 或补助他们去参加 国际的重要的学术会议等等 那我要请问 这个里面的钱 有没有拿来 私人只是吃吃喝喝 或出国观光旅行 如果有这怎么叫做培养人才 你如果可以把这个钱拿去吃吃喝喝 拿去出国去玩耍 那这怎么叫培养人才呢 我如果真的不对 不过有四成人还是相信他 不是 我不管 我的意思是说 我请 请者也不要让人家查账 这我自己讲 你讲了我们就信 请你归类给我们看 你这个MG19 你收进哪些钱 譬如说一年你一共收了多少钱 那你收进哪些钱 多少是补助新进人员 出国开会 是真的开学术会议 哪些是给他们去买教科书 或是去买仪器设备 其实我告诉你 以台大的那样的一个影响力 在政府的影响力 他们要的预算会拿不到吗 他们在买仪器设备 政府敢不给吗 那我要讲如果这个钱 变成个人在那边乱花聚餐喝酒 那我告诉你 那这就有问题 你表面上讲得很好 这个钱拿进来 就是要帮助培养这些年轻的外客人才 如果不是呢 如果不是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我们要看内容 不要一直在吵说 台大该不会收这个钱 台大该不会让柯文哲 去设这样的MG149 我论都不是 你既然讲的冠冕堂皇那么美丽 说钱是拿来培养人才 那请你告诉我 你如何培养人才 你是不是有计划的 像国科会一样 送他们出去 参加学术会议 让他们去外面有一些学习 如果是 我们大家闭嘴 如果不是呢 那你告诉我 那你柯文哲 你原先讲的话 不是又是个骗人的话吗 在这份的柯文哲医师 所写的这个办法当中 开宗民意就告诉大家 人性 什么样的人性问题 有付出就应该要收获 大家懂的是什么意思吗 所以他说 如果是我拿到的国科会 或是拿到的国会议 的案子 我们进来可能需要互相帮助 才能完成这个案子 但我是主拿者 没有我 今天没有这笔钱能够进来 所以能够五五拆账 好 所以有付出就应该有收获 所以知道人性 这柯P讲得非常非常的直白 所以像 刚刚李委員这样质疑 其实这十几天来 不都这样质疑吗 所以我请教邱玉老师 那这样质疑 现在一个 大家相信他清白 我公布了所有的账户之后就没事 当然不是 我觉得刚才秦医员讲得非常的好 就是说 基本上柯P面对这些事情 态度是什么 他的态度 大家记得吧 那天记者会的时候 他认为这个账户很伟大 他认为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行为 是 正常的情况 他如果想要去问鼎台北市 想要成为台北市的市长 他就应该说 我过去的MG149 在台大医院里面 台大医院有台大医院的文化 所以我在这样的文化潜规则之下 我做了一个制度化的处理 但是我现在认为 这一套方法 如果用在台北市的治理上面 是不对的 我会修正 可是他的答案 他的态度是很伟大 那我就要问柯P另外一个问题了 那你这些捐钱给你的叶克膜的厂商 医疗器材的厂商 这些药商 本身 有没有支柱你 帮你付飞机票的钱 帮你付女费 还给你酬劳 让你到大陆去 帮他们推销叶克膜 去交叶克膜 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你觉得这个行为是可以被允许的吗 一个公务员接受厂商的资助 大家不要忘了 当时候的陈泽兰 就是因为接受滑盘 滑盘因为是高雄市政府底下 一个人力资源的顾问公司 引起泰劳的风波 然后滑盘给他买了两张飞机票 于是被检察官起诉 于是被判刑 那你今天如果说你这些捐钱给你的 叶克膜的厂商 医疗器材的厂商 药商跟你的关系很好 然后他们告诉你 我们要到大陆去推销叶克膜 我希望你克批是个叶克膜之父 你是专家 我们帮你付机票钱给你付酬劳 到大陆去推销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这18次 你要把这18次交代得清楚一点 这18次去的飞机票 谁出的钱 是账户里面支的吗 还是叶克膜厂商帮你出的 你到那边住的酒店 住的饭店 你的吃吃住住 还有有没有领酬劳 这些酬劳谁出的 你把它交代清楚嘛 那如果你担任公务员的期间 你到大陆去配合了厂商去推销叶克膜 那领了一些钱 或者把费用由厂商来负担 那我请问你 那这样符合一个公务员 应该有的行为吗 这么多的问号 那现在问柯P 他一定不会回答 我为什么要主动告诉你 来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接下来要看的是什么呢 这么多问号 大家得不到答案的情况之下 谁要把这个问题给厘清呢 是连胜文 是台北市议员吗 我们待会回来再来讨论